Nitianandam,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印度的Tiruva Nama Lai 在我的师父Paramahamsa Nitianandam 尼西亚南达的出生以及生长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做第三只眼超能力的练习 今天的主题是意识高于物质 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练习的现场 是我把我的Atmalinga放在我的Tablet上面 用第三只眼来移动这个Atmalinga 刚才没有机会把这个现实的状态给拍进来 也就是说我用第三只眼告诉这个Atmalinga你要移动 然后它就在Tablet上面动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可以有机会拍到这个移动的过程 再给大家另外的上传一个录像 这个第三只眼意识移动物质的超能力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所有第三只眼的原理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静悟以及动态的行为和我们的策略存在 也就是意识是同样的一个能量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宇宙呢 都是从同样的一个能量来源而来的 所有的存在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都是一体的 并且呢还有一个现实 也就是说意识是高于物质存在的 意识高于物质存在才能造成意识可以控制静悟的 它的可以通过意识来改变静悟的存在方式 也就是可以用意识来移动静悟 如果大家现在如果有疑问 比如说这个第三只眼的超能力 我们平常对我来平常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的思维其实也是物质 可以用这个超能力呢去改变别人的思维 也可以改变事态的进程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受阻呢 我们可以用第三只眼使它畅通的往下进行 我有一个同事前两天要找一个人呢 怎么都找不到他 然后呢他就用自己的第三只眼决定 这件事情要继续往下进行 结果当他做完了这个决定之后 十分钟之内他要找到这个人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而且他们就顺利的定了一个 定了一个时间 第三只眼呢 第三只眼呢还能增大或者是减小物质的大小 通过这个超能力呢 我有身边认识的两个人把自己银行的贷款的数字给降低了 这个是现实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如果大家觉得呢通过第三只眼做的 这些超能力的结果呢是比如说 你觉得有对他的这个功效有一些疑问的话呢 觉得这个是钱财来得太容易了或者是怎么样 Sada Shiva 我的师父 Siva的化身 师婆的化身 他是和宇宙最高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一个存在体 也就是说他给的超能力呢是完全顺应着宇宙的意愿存在的 如果他把这件事情实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只是并且完全相反是给这个是完全正确以及安全的新的现实 也就是说呢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自己的第三只眼超能力所创造的现实会有什么对自己负面或者其他人负面的影响 不会的他只只会对自己和其他人都好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给Sada Shiva 跟宇宙最高意识形态相辅的超能力呢 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优势 以及benefit 给我们最好的等于说是收获吧 如果大家对第三只眼超能力呢 其他的相关的内容还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在后来的video中跟大家再继续详细的介绍 的这样便可以 看下来到那边 谢谢大家 第一关